下鍊哪一種飲品可以緩解便祕 一 熱奶茶 二 熱可可 三 熱薑茶 這每個答案都有道理的感覺 對 聽起來都有 要刺激 沒關係 直接請營養師解答 答案其實是三 對 真的是薑茶 對 熱薑茶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是便祕的問題 我們要健康的去紓緩便祕這件事情 那這三個選項裡面 第三個是比較健康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剛剛提到 韓祖講到有一點道理 就是說薑它本身有 薑辣素它可以去就是刺激 它不像麻辣鍋那麼的辣 但是它可以去刺激 輕微的刺激腸道蠕動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它這邊提到的是說 茶嘛 一定泡熱的 溫溫熱熱的 早上一杯的話 水分也可以幫助你 幫助排便 那另外呢 薑也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所以確實是有助於健康的 去紓緩這個便祕 那第二個就是網路上很流行的 就是用熱可可去做這個排便 那為什麼呢 其實它的原理是 可可本來就是在大量的情況之下 它有膳食纖維 可是因為我們一般喝熱可可 我們頂多加個十克 十五克就很多了 對 所以基本上它是沒有太大的效果 所以這個可能這個答案就沒有 然後第一個所謂的熱奶茶 有些人說奇怪我喝熱奶茶 也可以幫助排便 對啊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你有乳糖不耐症 才會幫助排便 可是乳糖不耐症它可以訓練的 比如說你可能喝了一個月的 熱奶茶之後 你乳糖不耐症就好了 所以其實你後面就排不出來了 就習慣了 沒有不耐的 對 習慣了 對 那如果你加的茶裡面 你的熱奶茶是加所謂的奶精 那我剛剛有提到 奶精跟茶它會凝結成塊 那可能會造成的是腹痛 而不是紓緩便祕